财务报表分析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就是把财务报表的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 不同的学者对于财务报表分析的步骤和程序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一般分为五大流程。 1. 搜集整理财务报表,分析信息。 对于我们来说,很多行业都是外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去分析这些行业。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所搜集到的行业资料进行筛选、对比,最后进行判断。 一般获取行业信息的途径主要是, 1. 各机构行业研究报告, 2. 万德东方财富等数据集成商, 3. 行业协会发布的信息, 4. 行业展会、行业论坛等, 2. 企业战略分析。 企业战略分析通常包括行业分析和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企业战略分析的关键在于企业如何根据行业分析的结果正确选择企业的竞争策略, 使企业保持持久竞争优势和高盈利能力。 企业进行竞争的策略有许多种, 如低成本策略和产品差异化策略。 企业战略分析是会计分析的基础和导向。 通过企业战略分析, 分析人员能深入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营环境, 从而能进行客观、准确的会计分析。 3.财务报表会计分析 会计分析就是看企业的财务数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 会计分析是财务报表分析的基础。 对于在会计分析中发现的企业财务数据失真之处, 应对其加以调整,使其更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 4.财务报表分析实施阶段 财务指标分析是财务报表分析的一项重要途径。 财务指标能准确反映企业某方面的财务状况。 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应根据分析的目的和要求, 选择正确的分析指标。 例如,对于权益投资人来说, 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资本收益率、总资产回报率以及美股股利等 都是他们较为常用的指标。 而对于债权人来说, 贷款的风险是其最为关注的领域。 因此,作为债权人一般更多地使用长期或短期的常债能力指标, 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 正确选择与计算财务指标是正确判断与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 5.财务报表分析综合评价阶段 财务报表分析的综合评价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延续财务报表分析实施阶段的工作。 在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财务报表分析之后, 与实际调查情况相结合, 得出财务分析结论并撰写财务报表分析报告了。 以上五个财务分析的步骤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完整地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财务报表分析框架。 掌握这五个步骤, 并在实际操作中熟练运用, 才能充分发挥财务报表分析对企业风险和经营情况评估的作用。